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試玩命強戰的實戰解說 玩命強戰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直接玩 你也可以下載執行檔只需要3秒 非常快 玩命強戰比其他升級遊戲好玩的地方 是他有冰種系統 冰種系統你可以想像成各種職業 話不多說我們馬上來介紹吧 一開始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遊戲的冰種 你也可以想像成各種職業 第一個呢就是神聖十字部隊 也就是醫療兵 醫療兵可以替受傷的隊友補血喔 幫隊友補血的同時呢 也會恢復自身的血量 而且如果我們隊友受傷的話呢 我們跑上隊友的話會增加跑速 當然我們要握著陣統才行 是他喜歡當萊貓或者輔助的你 別忘了暗艾輔可以套出我們的陣統 接著我們來看下一個 閃電刺猴部隊 閃電刺猴部隊最大的特點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煙霧當中的目標 隱身的目標也可以看得見 同時呢我們可以標記對方 把目標顯示在小地圖上喔 屬於一個配向輔助的角色 適合特定的戰術 接著我們來看下一個 天際蒼蠅部隊 也就是我們的背後呢 有一個噴射器喔 可以看到呢 像我們的隊友剛剛非常帥氣的衝了過去 他除了能夠快速的位移之外呢 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防止我們摔死 如果發現打不夠呢 也可以使用這個jetpack來逃脫 啟動箭一樣是F喔 所有兵種都是 之後我們再回去收到敵方人頭 這個兵種呢 是我最喜歡的技能之一 非常推薦大家使用喔 也可以像這樣 繞到敵方背後 再偷襲他 修一波溜溜溜的操作 接著我們來看下一個 鋼鐵熊絲部隊 鋼鐵熊絲部隊呢 最厲害的是可以掏出一個盾牌 盾牌是可以擋子彈的喔 等敵方子彈殆盡的時候呢 我們再換出我們的槍 盾牌呢也可以用來探路 發著敵方 我們先使用盾牌靠近他 然後再給他 一 翹 很酷吧 這個坦克 接著我們趕緊下一個 就是我們的消失閃煙部隊 最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可以放一個遙控的炸彈 這邊發著敵方的煙霧彈 我們先耐心等待 然後 砰 呃 再見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裝置喔 當然呢這個裝置也有限定的時間 有20秒 如果我們不引爆的話呢 它會自動爆炸 這邊我們 看看有沒有人 我們的炸彈應該快要爆炸了 我們來偷個空襲 我們來偷個空襲 結果呢追我們的炸彈 剛好插到一個非常倒楣的傢伙 那最後呢我們用實戰來介紹 我們最喜歡的職業 黑絲死神部隊 冰種特色呢 是我們的普攻有機會爆擊 並且呢可以進行短時間的隱身 那這邊呢更新呢可以看到 有汽油桶喔 跟玻璃都是可以破壞的 汽油桶呢我們射爆它的話 會造成一個爆炸的效果 這邊呢剛剛可以看到我們使用 光學迷彩及殺敵方 那我們再交一個空襲 空襲呢是可以選定區域的喔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話沒關係 你只要多用幾次呢你就大概知道了 非常容易上手 那話不多說我們馬上來進行實戰吧 快速的雙擊WG呢可以進行跑步狀態 這一局我們用的是步槍 如果你很常跑步的話呢 是建議帶衝鋒槍 效果也更好一些 目前呢我個人最喜歡 而且我覺得比較強的職業就是 黑色死神 和天氣蒼蠅 因此呢我們會以這兩次來做實戰為主喔 我們要認的時候呢我們盡量瞄敵方頭部 如果剛好觸發我們死神的被動爆擊呢 基本上是一槍秒殺 看來這個傢伙想要是盒子喔 我們手感正在發燒 最後還有子彈 喔這邊來了一個厲害的傢伙 是有造型的喔 我們稍微跟一個門隊友 小地圖呢可以看到門隊友的位置喔 走三角 如果門隊友重點變成叉叉 哇 這邊門隊友被裝殺 我們趕緊過去幫忙報仇 喔敵方盾石變厲害了 可是沒關係我們調整一下狀態 調整一下我們的手感 旁邊被敵方偷襲 我們還累累有沒有人準心喔 不知道為什麼後期變得沒那麼準 可是這都是狀態的問題 沒大礙喔很容易調整回來 喔這邊果然出現兩個人 我們使用這個機箱塔 喔順利獲得一個雙三叉 我們一換三呢是非常值得的喔 而且這是一個死都的切面模式 那這邊我們馬上獲得勝利喔 我們目前積分是13 44 44 我們試看看雙重點跳上去 走個捷徑 喔結果被發現一個敵人 給他一個炸彈 順利爆頭 好的這邊我們離勝利跟進一步 我們還缺兩分 最後一分 OK 好緊張我們快要贏了 喔 最後竟然是我們隊友 鋼鐵雄司 使用他的盾牌來替我們打下這個勝利 那之後呢我們再為大家推薦最後一個 我們喜歡的品種 天氣蒼蠅 這邊我們會使用天氣蒼蠅來進行一場實戰喔 而這場呢敵方的劍位也比較高 算是比較強的對手 那這一次呢我們也帶上我們的衝鋒槍 天氣蒼蠅呢由於他的機動性非常高喔 是比較適合衝鋒槍 然後喵的時候呢我們就進化了敵方的頭部 我們先獲得三分 可是目前我們還是比較逆風的喔 因為我們一進來呢已經是一個逆風局 OK我們已經獲得四分 這邊的血量不是很好喔 我們嘗試此前再換一個人頭 喔這個被敵方包抄 那可是至少我們已經把比數追平了 這個是一個見面模式 死亡次數呢可能會比較高一些 但我們的目標呢是以先衝50分為主 目前來到了19分20分 我們是在找敵方 哇喔這個這個自己人嚇死人 我們要努力的爭取一些分數喔 那這邊發現他殘血 幫忙收到敵方 又可惜我們也中了槍喔 剩一點血量 發現敵方的其他他們在這裡出身 我可以順利把他擊殺 那最後也換掉我們人頭 我比較喜歡過來這一邊喔 去繞敵方的背 通常呢玩天氣都喜歡繞背 主要是敵方都很喜歡蹲點喔 蹲在某個點 如果我們從這邊去的話呢 非常危險 OK順利把他單燒 這邊我們是蠻血的 這也是衝鋒槍厲害的地方喔 衝鋒槍他比較穩定 而且子彈比較集中 可以邊走邊射 而步槍呢 則是傷害比較高距離較遠 成功把他單燒 一個泡沫的連招喔 丟他一個炸彈 然後再使用我們的位移衝走 那這邊我們喜歡不是很好喔 我們只能再吃一顆子彈 我們先看我們家裡有沒有 醫療人員 感覺是沒有 我們先耐心等一等 那這邊我們這個頭呢 感覺是一定要送喔 我們試看至少 做點交換喔 或者讓我們隊友做盾牌 呃 這邊一槍被斃了 需要太少實在沒辦法喔 那沒關係我們先復活 可是這邊呢可以注意到 我們分數已經領先9分 這時候就算我們使用 一換一的打法呢 我們也是會賺喔 而且呢通常我們是一換二 一換三 要注意的是我們的手榴彈的用法 喔我這邊 OK順利把他炮頭 那我們需要塞有點少 啊 有兩個人可惜 剛剛呢在那個空間 如果我們再丟一顆手榴彈 就完美了 可是至少我們也是一個一換一喔 是不虧 這邊我們需要再拿下五分 我先看裡面 果然有人 OK這邊他們被迫要出來 因為我們丟一顆手榴彈進去喔 那趕緊拉掉 這樣換個子彈 那隊友做得不錯 OK這邊我們 還需要三分 而且兩分 這兩分就由我們來拿下吧 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有人 主要是敵方復活時間是差不多的 最後 沒子彈 手槍 哇 終於把他擠殺 那贏了這行比賽 非常刺激的一場喔 以上呢是我帶來的天鷹跟死神的神戰 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